第四堂 一爱随行 除了爱没有别的 它是空 可是包含万物 本质是生命 能量 爱 爱是内在的动力 行是外在的表现 不论是生活态度 做事 待人 都是一爱而表现于外 以行为而落实 今天这堂课 跟上次的课 其实是连贯的 上次是与神同心 接着我要讲 一爱随行 一爱随行的这个爱 是大爱 也包括小爱 神的爱在我心中 还有我对我自己的爱 依着我的心 依着我因爱而生的喜悦 在接下来的时间好好生活 有了这个体悟之后 就非常感恩 也觉得非常甜蜜 人间的爱 没有那么甜蜜 只有这样的爱 才会那么甜蜜 因为它不会离开 它一直在那里 2007年 我到印度21天 回归到我的内心 感觉到这个爱 在我的心里满意出来 平安喜悦 就是这样来的 我生出信心 真的体会到 那种非人间的爱 没有条件的爱 人会一直在追求爱 其实是因为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 很少有机会 得到足够的爱 并让我们 有个很好的根 根没有扎实地扎下去 所以我们一路都很不安 会很困惑地摇摆 想着 我怎么办 我到底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自信 没有活出自己的价值来 也没有得到 我所需要的爱 你越感觉 没有得到你需要的爱 而要向外去求 就越惨 我自己就伸手其害 那一次在印度的经验 让我发觉 它一直在 于是我不假外求 从此 那种狂喜的经验 满满灌上来的喜悦 让我感到安适自在 未来会如何都没有问题 都能让我感到安然 所以我从此 不再恐惧 疑虑 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 真是无欲无求 同时也感到 人间太繁杂 纷扰 觉得不如归去 所以我的最后八堂课 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 我的心里 是喜悦平安的 我没有要求死 只是想把心得 与人分享 分享不见得 能使大家得到体会 就像看书 再好都只是字面上所得 必须有一天 亲自体悟 才能知道其中美妙的真髓 体悟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的 我也很感恩 并没有什么要求 也没什么雄心壮志 每天还活着醒过来 便心怀感恩 对我而言 每天都是神给我的 一个额外礼物 宗教与新时代的不同 之前讲过 福大宗教研究所的研讨会 邀请我去 我代表新时代领域去参加 之前我还没有体验 只觉得那些东西隐隐在那儿 并不明确 还不算是真的 可是我那时候 忽然有了灵感 就确定了这个 除了神没有别人 除了爱没有别的 的主题 与神同心 除了神没有别人 一切都是在神之内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我们也在他之内 没有东西是超过他的 否则他就不叫做神了 而他又不是个具体的东西 如果是具体的 他就不可能包含我们每一个人 也不可能在我们之内 他是空 可是包含万物 神的本质 就是生命 能量 爱 我在印度时体验到的 这种无条件的爱 是完全无条件 奉送给我的礼物 并不是因为我好 而是他一直在 各位不要觉得 你们自己一定要做到 某种程度 神才会爱你 神不是要给你奖赏 或惩罚你 如果有一天 你能够有足够的信心 放掉所有负面的认定 想法 你就会发现 他一直都在 他的爱 是一个礼物 恩宠 他不是要你去求 才能得到 我没有否定求 也不是说求不好 不是非要什么条件 才能达到那一点 而是信念充足 时机成熟 你的心完全打开了 你就会发现 他原来在那里 谈到宗教 我很喜欢宗教里的 真善美 可是我也很怕 宗教组织 嫁给人那些传统信仰 恐惧神威 要畏惧 要害怕 把神当作是人的判官 把人的不完美 当成是原罪 人类是有瑕疵的产品 假如我们是从神来的 怎么会是有瑕疵的产品呢 如果我们自认为有原罪 就会永远战战兢兢 害怕死亡 惩罚 地狱 因为人的有限性 和僵化的逻辑思考 而用因果来判断 世间不是没有因果 只是不像宗教讲的那样 完全一模一样地返回给你 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你觉知到 你那样做会伤害到别人 真正在因果之上的 就是恩典 只有恩典能够将你提升 将你的心 你的智慧升华 你才知道 原来那个无条件的爱 是真的 我们把人的思考 投射到神的身上去 把人的有限 不圆满 僵化的想法 投射到神的身上去 所以就衍生出 传统宗教的信仰 所谓传统的信仰就是 你相信唯一真神 别人所信的就是魔鬼 他们是妖言惑众 异端 这样的想法导致 你只问颜色 不问是非 跟政治一样 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而不是来自心理的共振 你一旦有了某一种意识形态 认为别的跟你不一样的意识形态 就是错的 这就叫做党派 派别 以意识形态来看信仰的话 将会衍生出无穷尽的批判 斗争 杀伐 战争 变成不是除了爱没有别的 而是除了恐惧没有别的 深究那些负面的东西 背后的动能 推动力 就是恐惧 不是爱 因为爱 你就不会有分别 可是因为信仰 人们又会有所分别 大家注意自己身边所发生的 就会发现那些旧的东西 正在慢慢脱落 改变 有时候忽然有个创新的想法出现 你会发现 哇 这跟新时代讲的是一样的 西方宗教一直认为 神有神格 人有人格 一个类别占一个位子 神格和人格的位阶不同 永远不能混在一起 所以人们再怎么努力 充其量只是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能令神喜悦的人 假如你拥有美德 做很多好事 神会喜爱你 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跟神一样 神永远是神 人永远是人 神高高在上 人只能仰望神 努力求得神的喜爱 不论人再怎么努力 位阶都不会和神相同 在新时代或古老的东方传统中 情况就不是这样的 新时代主张 神既是自有的 是内在的 也是超越的 他在我们之内 可是他也是超越人间的 他是所有一切的源头 同时又化身在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所以 以新时代的看法 神是既超越又内在的 曾经有一位牧师跟我讨论 他说他们在学神学 哲学的时候 本体论跟现象论 永远没有办法讲得通 永远是分开的东西 我说 本体就是一切的根本 本质 一千万有 或是无形无相的本源 就是本体 也是我们人的源头 而现象 以及所有物质界的东西 都是从无空所幻化出来的 是本体的展现 它们会显现为 可见的物质现象 两者是一体两面的 但西方宗教 是完全不承认这点的 我们源头的最深处 就是内在 内在是无形的 灵魂也是无形的 高我与神也是无形的 这是内在 本体 然后它显现出 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 这就是外在 所有的肉体与物质世界 科学家发现 所有可见的物质 仅是全部存有的10%吧 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多更多 因为看不见 我们会以为是无 科学家还发现 甚至连人脑 也是个小宇宙 人的脑子虽然有 白灰物质 可是暗物质 还是占最大部分 所谓暗物质 就是看不见的 无形的力量 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是一切的来源 看得见的东西 反而是少数 宇宙之大 那么多的星星 彼此之间 就是一片黑暗 那个黑暗的部分 比星星更大 所以科学界 也慢慢回到 新时代的主张了 密气者的领悟 塞斯的转述者 曾罗伯茨 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或一座密气者 所以神秘主义者是 他不属于任何教派 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 而是对神 或是对一切万有的体悟 是自己个人 与神的连结 与神同心 或与神连结 那就是密气者 神秘主义者 密气者不是最近才有的 自有人类以来 就有这种密气者 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 心神 灵魂 直接去参 参这个宇宙 参一切万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接跟神有一个连接 2007年 我参加福人大学的一个研讨会 主题是 密气经验 人神的沟通 研讨会上 有人发表了几个 不同宗教的 密气者的论文 我只提佛教中的 日本和尚所讲的禅宗 禅宗就是很标准的 神秘主义 密气 不是按照文字 或上诗教的 而是直接去参透 那个神秘 因为可说的 直到一个程度 就说不下去了 只能看你个人的体悟 此次研讨会中 有东阳大学 竹村木南的论述 物与自我存在的理论构造 其中引用了 日本禅宗名师 林木大卓之好友 西田几多郎的说法 大意如下 他把自己变成空 然后从自己之内 翻转出来相对很多的 那些个 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 所以我们都是从他之内 变出来的 他否定了自己的绝对 而让我们每一个个体 都成立 这种爱 是无条件的爱 绝对的爱 单单只是超越的神 不是真的神 神必须是充满爱的神 神不单单是超越的 而且是内在的 是充满爱的 假如我们深深了解这一点 自然会有报恩型的人生 从报恩到当为 应当如此做 而不是刻意的 我不是佛教徒 我只是说 这个思想 跟我们新时代思想 是相合的 我们要报恩 感恩 帮助人 要去做善事 做积极的事情 不是因为道德 戒律规定 而是我们感到 神的恩典 感到他自然 而无条件地 放在我们身上的 善跟爱 我们自然会有 主动积极的 报恩行为 不是刻意行善 还数说 自己做了多少好事 当然更不是 有目的性的 因为你心里面 有对他人的 爱与了解 你自然会去 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 自然会奉献 你的生命 去对整个世界 和人类有所贡献 这就是佛教的 密气者 所悟导的东西 研讨会还有一篇 是讲到 佛陀在菩提树下 悟导的故事 他不是先悟导 十二因缘 而是先悟导 中道 也就是离开言语 分别心 才能解脱 这跟塞斯很有关系 我以前看不懂 后来因为看了 塞斯以后 才了解 所谓八部中道 八部是什么 就是中道 非二元的 超越世俗的 终极真理 即 不生 亦不灭 不长 亦不断 不一 亦不亦 不来 亦不出 既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它不是僵化固定的 怎么会不生 也不灭呢 好像很矛盾 但矛盾或不矛盾 看了塞斯 自可理解 八部 不是自我脱落 陷入什么都没有的无 而是了知主体和客体 不是要你变成脑子里 什么都没了 或不用脑袋 阳气理智 而是主客未分的时候 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没有观者和被观者的分别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 什么都是自我的问题 自我是罪人 是不好的 这是不对的 如果在我们的自我心中 不尊重他人 那也是不对的 我们要尊重自己 也要尊重别人 所谓的主客双敏 就是说 你静坐冥想 到某一个程度时 会有那个感觉 就是你不再感觉 有主与客的二元对立 没有分别了 我即一切 一切即我 当你真的有了 那个经验时 你就会更了解 可参见 庄周梦迭 现在有的人会自称 我开悟了 可是我虽然不见了 却只见别的 这样 其实这个我 跟他没有合在一起 开悟时 万物跟我是合一的 不会有一个我在那边 观想或批判 神秘主义说 我就是他 所谓开悟的体会是 已经有那个体会 而不是 知道我该这样走 开悟时 你就知道了 再次我要举禅宗公案里 曾用的两个词 桃花之色 积竹之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桃花的眉与色 是我们可以用眼睛去观的 可是禅师开悟时 色即是眼 眼即是色 两者已经不分主客 积竹之声的意思也是 禅师悟到 这个不是外物的声 而是耳朵之声 这个声 跟我的耳朵 是合而为一的 佛教参禅者说 神不是绝对存在的 也没有不变的本质 所以是空 世界也是个空 才可以包容我们 跟万物的存在 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跟我的想法 除了神没有别的 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不用神 这个名词 他们不承认绝对者 也不以神的名词 来称呼 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 佛教是无神论 其实是 佛教并非西方定义的 一神 所以 所谓密切者的参悟 开悟 就是瞬间 纵向跟神连接 不用听任何道理 文字 甚至超过文字 而是 直接了然于胸的 那种感觉 就是 无条件的爱 当你感觉到 无条件的爱以后 你就有完全的 喜悦跟自由 因为你知道 你是被疼爱的 有神恩的 你不会觉得 非要有某种建树 非要改造自己 成为圣人 才能得到这份恩典 这份爱 假如那样 才能得到爱 那就不是无条件的 那个就是送我 我也不要 没有 我可以认为了